大家好,我是荣儿 今天我们用糯米粉和面粉一起来做一个小零食 做法超级简单快手 我们先来和面吧 面粉200克 糯米粉100克 白糖30克 酵母3克 鸡蛋2克 先把鸡蛋搅散后再加清水100毫升 我们现在来擅手揉面 基本地揉成形后先醒10分钟 再来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移到砧板上搓成小长条后分成小剂子 再搓成小面鱼的形状 这个小零食不用发酵的 全部搓好后准备面包糠 清水 先放中有清水的碗里把小面鱼打湿 再裹上面包糠 裹上面包糠后它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 全部装到一个盘子里就可以 油烧热后就可以开始炸了 一会儿就全部飘起来了 体积也变大变蓬松了许多 炸着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控油了 这个小零食真的特别的简单 虽然用了酵母 但完全没有等发酵的时间 炸出来依旧非常的蓬松 外层是裹的面包糠 吃起来是脆脆的 不信你听一下声音 喜欢就点赞收藏关注我吧